2019新竹創意生活獎 在19日舉行頒獎典禮 至今已經舉辦第三屆的創意生活獎 透過包裝設計比賽 以及創新商品開發計畫兩大主軸 期望能夠將文創設計 融入新竹特色產業 打造新竹物產品牌的優質形象 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累積 那我們希望從我們不管是吃的用的看的 所有的生活裡都可以讓我們的設計師們 第一個包裝上面能夠得到一些 重新的再做一些包裝跟創意設計 第二個一方面開發新的創意產品 看能不能夠在新竹市的文創事業 或者是我們老牌企業的創新裡面 或新創品牌的創新裡面 都可以讓大家得到一些點子跟啟發 優質的包裝設計總能第一時間 抓住消費者的目光 包裝設計比賽今年共計有147件作品參賽 最後共評選出12件得獎作品 其中由葉佳讓創意工作室金黑筆 以及畫雅手工造訪手心裡的搖籃 兩件作品奪得優選 最主要是我們的設計也有六角形 因為六角它代表六六大順 所以在做生意的人都順利的話就是會賺錢 所以我們這個也結合到新竹市的一些寺廟 因為新竹的寺廟很多 比如說竹蓮寺它有一個文珠菩薩 文珠它是代表智慧 很像福天宮 福天宮以來對 它就比本身福天宮它的關公就是有人講是武財神 所以筆是大專一筆 小專一筆 跟武財神這個也有關係 所以說我們的文化結合在裡邊 所以我們有一個叫做 希望新竹每個人都是很快樂的賺錢 2019新竹創意生活獎得獎作品 即日起到8月18日將在新竹市演藝廳一樓展出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往參觀 另外為了推廣新竹特色物產 只要持有新竹物產特色店家手冊 都可以到特約店家享有消費折扣 歡迎市民朋友們多加利用 開破新竹簡舒淇採訪報導